一群黑衣二煞聚集在KTV门口 发现被害人叫车就往马路冲 每个人手上拿着罐棒朝车身抹杂 甚至有人掏出模拟枪 对空连开四枪身乱逃逸 附近居民全都吓坏 这里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有闹事 现在当然KTV进驻 当然租户一定会住得不安全 晚上谁还敢走走这里 冲突场景发生在12号凌晨6点多 新北市领口一连传出好几声枪响 现场里有轿车板筋碎片 旁边还是一般民宅 居民抱怨KTV开业后 常常有人喝酒闹事 连议员也成了受载户 警方调查主闲日前 疑似请游戏男子找女陪室喝酒唱歌 双方爆发消费纠纷 社局把被害人毒打一顿 他趁机脱逃自行就医 前面发现对方的无心朋友 碰巧把车停在门口等人 怒向车主你跟他是一伙的 连开四枪砸车泄愤 辖区派出所来做一个威力的扫荡 并且在这个重要的时间地点 来做一个勤务的规划 消费纠纷 嫌犯竟然找来20多人 要给对方教训 高的居民人性惶惶 只希望警方能帮帮忙 还给他们安心的生活环境 记者张耀词路易新 采访报道